俄罗斯一连对乌克兰首都基辅 与南部的敖德萨州的港口 发动大规模无人机攻击 基辅方面 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了十多架的无人机 几乎完全击退 俄方的攻势 不过敖德萨可就没有这么幸运 有部分的无人机命中骨仓 港口设施造成了四万公顿的 谷物损毁 而事件发生之后 土耳其总统埃尔段随即打电话给俄罗斯总统普丁 要求他别让紧张情势 继续审闻 漆黑的夜空炸出聚红火光 数百片残骸着火坠落大地 乌克兰首都基辅 当地时间二日清晨 又遭大规模无人机攻击 其中有超过十架被乌军防空系统击落 并未传出任何伤亡 当天上午 俄军又从亚素海出动无人机大军 袭击乌南奥德萨州的多脑河港口 虽然乌军不停歇防御三个小时 但最后还是有无人机命中骨仓工业设施 导致四万公顿古物受损 乌方事后声明指出 这批古物原先准备运往非洲 中国和以色列 被俄军狂风烂炸的多脑河港口至今依然是乌国农产品出口的主要路线 然而黑海战情升温导致港口面临巨大瓶颈对全球粮食供应 构成危机 这连与莫斯科友好的土耳其总统埃尔段都赶紧致电俄罗斯总统普丁 要求他别让紧张情势继续升温 埃尔段重申黑海国务协议的重要性 并称协议为和平的桥梁 对此普丁并未回应是否重返国务协议 只向埃尔段表明 俄方将与其他相关国家旧粮食议题进行合作 环宇新闻谢中越综合报导 西非国家迷日遭遇政变 西非经济共同体已经派出了代表团前往当地 与夺权的军政府来谈判 他们强调和平解决争端是首要的目的 据美国则是表示将维持当地大使馆的开放 并且密切关注当局的动态 而法国意大利则是展开了撤侨行动 以保护未在尼日的自家公民 毕竟当地依然蔓延非常浓厚的反法国情绪 紧张局势日益升温 大批尼日民众群情激愤聚集在法国 大使馆外脚踩着法国国旗 甚至还拿出打火机焚烧 可见不少尼日民众都对法国 怀抱着浓烈的不满情绪 眼看紧张局势日益升温 法国与意大利都快马加鞭地展开撤侨行动 以保护在尼日生活的欧美公民 首架载有262人的法国撤侨班机 从二日晚间离开尼日 并在三日凌晨抵达巴黎 而回到家乡的法国公民也终于松一口气 表示当地局势十分令人担忧 这可能会更快地离开 但我们会继续出现 我们会看到在日期之后 怎么会继续出现 而我们也会很与着 与此同时 另一架载有87名乘客的 意大利军机也抵达罗马 有很多美国民族 也有美国民族 不包括澳大利亚 我们能够回到尼泽 以保护自己的安全性 至于美国方面 国务院发言人米勒 则透露美方将维持 助尼日大使馆的开放 并同时密切关注当地动态 在这一刻 我们并没有提供 美国民族的危险 但我们继续再重复 我们的姿势 保护自己的安全性 之前非洲国家苏丹 4月爆发内战时 美国的撤侨方式受到炮轰 当时华府撤离了 美国驻克图木大使馆的 所有政府人员 并暂停大使馆的运作 导致当地美国公民筹注无门 出境困难还遭遇抢劫 这次美方的运作方式 应该是想避免苏丹的乱象重演 好 最新的国际财经消息 要来关注到 国际三大平等机构之一的惠玉 把美国的长期信用评级 从AAA降到了AA Plus 那么原因是 美国债务上限僵局一再的上演 反映出当局在经济治理上的 不确定性 然而这一次的降频 却遭到美国财政部长叶伦抨击 他控诉惠玉 忽视了美国经济的韧性 此外多名经济学家也认为 惠玉的决定令人费解 并强调美国的经济表现强劲 鉴于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上限的 两党之争为经济带来极高风险 三大平等机构之一的惠玉 将美国长期外币债务平等 从AAA降到AA Plus 导致全球股市重挫 美国主要指数 二日更是一片惨淡 对此美国财政部长叶伦 二日第二度开炮 诺扣惠玉此举完全没有根据 叶伦强调美国的经济 在过去两年半可谓触敌反弹 目前的失业率已经低至3.6% 接近有史以来的最低点 此外通货膨胀的情况 在过去一年持续下降 经济成长则日益升温 事实上不只是叶伦 不少经济学家 包括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得主克鲁曼 美国前财长桑莫斯 以及暗联集团首席经济顾问 伊尔艾朗 都对惠玉的决策感到十分惊讶 并且认为在这个时机点 突然降频实在令人费解 此外ADP就业报告也显示 美国7月民间企业增品员工人数 达到32.4万人 远远多于经济学家预测的18.9万人 代表劳动市场韧性机枪 有助美国经济避开衰退 因此惠玉在这个时候 突然降频美国信贷评级 实在是让各界匪夷所思 华与新闻社区区学员 走好报道 国际信贫机构惠玉下调 对美国长期信用的评级 从AAA降到了AA Plus 原因是美国债务负担居高不下 加上财政赤字不断的提升 而对此美国财政部长叶伦 他二度开炮 他强调惠玉这么做完全没有根据 不过一名惠玉主管就指出 美国信贫被降级 反映在今年上半年 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 债务上限之争 这也反映出美国两党越来越分化 使得妥协更难达成 不过叶伦指出惠玉的决定 完全忽视了美国经济 表现出来的韧性 包括失业率低通膨下降 还有创新领域的成长 叶伦抨击惠玉这个有缺陷的评估 是根据过时的数据 但他无法改变 大家都知道的事实 那就是美国债券 仍然是全球最安全的流动资产 中国国家安全部发布名为 反见防碟需要全社会动员的文章 内容是主要探讨上个月实施的 反间谍法 鼓励人民参加反间谍工作 但是有法律专家把这篇文章解读成 中共对于政权的危机感 美国国务院也对此表达担忧 警告在中国的外国企业可能受到牵连 中国的反间谍法7月已经上路 而中国国家安全部的微博账号 在反间谍法实施满月的日子 发布了反见防碟需要全社会动员的文章 鼓励人民加入反间谍工作 包括成立个人举报可疑活动管道 以及对检举的表彰与奖励措施 中方强调 全民总动员反间谍 说穿了就是鼓励人民相互监视 随时举报身边的可疑行为 这个举动被中国政法专家解读为 北京当局其实是对自己的统治方式 产生危机感 至于美国国务院则表示 对中国政府的行为感到担心 由于反间谍法允许北京当局 执行反间谍调查 以取得数据 电子设备 以及个人资产信息 华府当局已经针对反间谍法 警告过中国营商环境可能恶化 在中国的外企恐怕动则得救 环宇新闻许明星纵和报导 是否保北京而气卓州呢 也会带您持续来观察 真实的灾情 难道人民又被蒙在鼓里吗 最新消息传出 中国官方数据疑似又被盖牌 到底河北北京有多少人受困等待救援 外界真的画上一个大问号 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坦承 说溜嘴这一次台风又传出重大的伤亡 那么引发各界骂声不断 灾民要问大水临门习主席在哪里 杜苏瑞遗留下的台风尾 造成华北地区灾情惨重 河北邢台市南河区的村庄 因为地势低洼水深吉凶 受困的多数都是老小 画面上看到警销救出的就是好几名老人 还有婴幼儿童 而北京市的门头沟则是有汹涌洪水冲垮道路 交通中断情况严重 食 水和紧急物资只能依靠救难人员运送 太严重了这个 哪都过不去了 而北京市防山区也有一个社区竟然一口气有多达4300多人受困 地方政府只要和民间救援组织一起动员 出动30多艘舟艇和80多辆大巴转移居民 而且现场有个好消息是我们发现现场的水位是在逐步的缓慢的下降 因此对于现场的救援人员来说 他们将会尽力会在今天晚上之前要把这里的所有人员都安全的转移出去 这次灾情对华北地带造成严重灾情 就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承认有重大伤亡 但是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截至8月1日死亡人数都只有11人 网络上一片不满之声认为死亡人数被造假 然而讽刺的是就在两个星期前才刚有一本专门阐述习近平治水理论的官方著作出版 于是有网友在媒体对这本书的报道下方留言 多半语带讥讽 甚至有人翻出往年 每逢洪灾前任领导人江泽民 胡锦涛和温家宝等人 亲自上前线指挥救灾的画面 直问大水灵门为何领袖不出中南海一部 欢迎新闻许明星综合报导 至于印度则是爆发了宗教冲突 有印度教徒在北部的哈亚纳省举行宗教节庆游行的时候 跟伊斯兰教的团体上演了全武行造成多人伤亡 其中还包括了几名后备警察 虽然警方随后道歉往现场处理 不过临心的暴力事件仍然不断在各地区上演 现在还蔓延到距离首都新德里 仅有30公里的商业中心城市 叫做古尔岗 那么由于Nokia 诺基亚 三千电子等等 许多跨国企业的印度总部都设在当地 所以当地政府可以说是严阵以待 群众高举的海报及其致情绪激昂的呼喊者抗议口号 他们是知名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分子 激进优异组织印度青年民兵的成员 这些信奉印度教的抗议民众认为 人民党政府对伊斯兰教圣战分子毫无作为 宗教冲突越演越烈 而这场宗教冲突甚至蔓延到距离新德里 仅有30公里的商业中心城市古尔岗 由于当地设有包含诺基亚三星电子公司 在内的跨国企业印度总部 使得当局派出更多维安人员严正以待 尽管孤尔岗整多城市遍布了大批的正报警力 但当地居民还是心有余悸 甚至有穆斯林因此搬离当地的住处 这是因为近日当地频频发生纵火等暴力事件 甚至还有暴徒逞活打街 导致多人伤亡 其中还包含维安人员 警方逮捕的人数也已经突破百名 华尔玮新闻视频生综合报道 相信吗 极地也能种西瓜 位在南极 沃斯托克研究站 堪称全世界最冷的地方 只有摄氏-89度 但是当地的研究人员 成功对抗低温还有缺氧的恶劣环境 在实验室里种出西瓜 不但完成科学上重大突破 也为研究站人员 在冰天雪地当中 一成不变的生活 带来一丝小确幸 缩时摄影下 实验室里的幼苗长出树叶和枝条 最后结成一棵又一棵的西瓜 这是南极的沃斯托克观测站 世界上最寒冷的地方 温度只有摄氏-89度 不过当地的研究人员 却成功在这个严峻的环境种出西瓜 又在这种极度低温 同时氧气又很稀薄的环境下 成功种出西瓜 可说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不过研究人员表示 他们也试着种植蔬菜 莓果 还有一些香料 看着作物一天一天长大 长出新的叶子又结出果实 和研究站外一片白茫茫的景色相比 确实带来许多生气 在沃斯托克站工作的研究员 除了要面对寒冷的天气 还必须长时间困在狭小的空间里工作 有时候甚至久久才能看到一点自然光 所以能够在实验室里种植各种植物水果 不只是达成科学上的创举 也是研究人员在一成不变的生活中 调剂身心的最佳利器 欢迎新闻 黄渝君综合报道 在乌尔战争爆发将近一年半之后 乌克兰已经成为了世界上地雷最多的国家 以当前乌克兰扫雷人力 可能要花上757年才能够清除地雷 而我们台湾前不久才向美国采购 火山布雷系统的签署案 那么究竟布雷会不会让台湾成为地雷之导 步上乌克兰的后尘呢 一起来听专家的解析 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军事冲突 已经快要一年半了 从去年的二月下旬开始到现在 世人见到的 就是双方在这些军事武器的对峙 还有包括乌克兰难民的四处奔走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 乌克兰的难民 或许已经到达了百万以上 更不用讲说那些被迫离开家园 然后又回到乌克兰来来去去的 这些所谓的国际移民 不过有一件事情或许在很多的报道里面 比较少提到的 就是在乌克兰境内的战场 所谓的地雷的使用 以及事后的处理 因为乌克兰它的国土 大概已经有接近30%被俄罗斯侵占了 而且俄罗斯与乌克兰双方都怕对方越雷迟一步 所以在双方的对峙线 还有可能的这些部队经过的路上 都放置了相关的地雷 而且不一定是人员杀伤的地雷 而且有些可能是针对战车的 也就是比较大型的地雷 地雷的使用很简单 但是清除是很困难的 因为我们必须要知道 不一定每一颗地雷最后都会引爆 所以当这个军事冲突有一天结束的时候 乌克兰势必会像我们所熟知的双利亚 阿富汗或者柬埔寨一样 国土面积有很多被地雷所覆盖 而这些受到地雷伤害的平民百姓 往往都是在相间活动 我们也可以直觉地设想 像阿富汗双利亚尤其是乌克兰 这些在相间活动的人民 或许多数是经济相对弱势 也就是说在战争或者军事冲突的期间 使用地雷 与未来人道人权的这些保护 其实是有很大的关联的 在乌克兰因为双方 也就是乌克兰与俄罗斯 都没有参加国际的禁止使用地雷公约 也就是俗称的沃泰化公约 而现在提供给乌克兰极数弹的美国 也没有参加这个公约 所以不只是俄罗斯 布了大量的地雷 在它的乌克兰占领区 而且美国呢 它提供的极数弹 目前乌克兰也使用在乌克兰自己的境内 那么这个极数弹 它里面有很多小型的炸弹 或者是类似地雷的装置 它大幅地丢下去之后 不一定会马上的引爆 或者它应该要爆但是没有爆 最后就变成我们所谓的未爆弹 那这些对未来的人民 当然就是一个很可能的潜在伤害 乌克兰现在大概有17万平方公里左右的土地 被俄罗斯占领 那这等于大概是五个台湾岛的大小 于是我们想到了 在台湾今年6月 中华民国国防部花了新台币45.5亿 向美国采购了火山布雷系统 这个火山布雷系统根据美方的资料 它可以在10分钟以内 抛出1万多颗的地雷 当然美方的资料也说 这个地雷都是散布在地表的 而且它是智慧遥控自爆的 也就是说不管是过了几个小时 或者几天或者半个月左右 这些地雷只要不需要了 都可以接收到讯号而自我引爆 可是上万颗的地雷 或许总会有些没有接收到讯号 或者没有办法自我引爆 这个时候美方的说法是 这些地雷因为它在地表上 所以被人物踩的机会相对就低 而且这些地雷因为它主要是防战车用的 所以它的这个引爆的重量 大概在130多公斤左右 也就是大陆呈的大概260-70斤 这些数据就算给了大家 但是从乌克兰的这些经验看起来 如果台湾采用了这个所谓的布雷系统 而且是在解放军准备要登陆的时候 把这些雷布在解放军 可能经过的这些战略要到上面 最后它或许还是会有一些后遗症 只不过不像柬埔寨 乌克兰或者阿富汗叙利亚等等 这么的严重 说到这里我们就必须要思考一下 两岸关系是不是一定走到了军事的对峙 而不能够思考怎么样 同时在强化各自的防卫力量的时候 也必须要采取政治对话的沟通 我觉得我们如果在台湾或者两岸 已经被导引到两岸关系 目前只能军事解决 或者要比谁的军事嚇阻力 或者是进攻力比较大 那么我觉得两岸关系的未来 绝对是非常的灰暗悲观的 但是如果两岸关系 可以在譬如说过去马政府的时候 既强化国防 又寻求政治的对话 与两岸的和解的制度化 那么我觉得两岸关系才有可能 像目前中美关系一样的所谓 斗而不破 塔弩台风暴风圈 在今天傍晚四点到五点钟 短暂接触过东北角陆地 目前依旧是滞留打转 因此北北基仪陆续持续的发布陆景 而台湾整个西半部入夜之后 余势都会更大 今天深夜到明天清晨 台风离台湾最近 北部地区会不会继续放台风架呢 预计稍晚八点钟左右会陆续宣布 奎文两天终于回到台湾 因为卡弩台风角局 滞留日本琉球的民众 好不容易松口气 就只能伸伸伸伸 四个人就多了四万八 今天如果不回来 好像有看到气象图 那个台风30度的角度又回去 抓紧空档赶紧回家 因为卡弩台风前脚才离开日本 马上就要到台湾了 卡弩台风真的在家门口了 暴风圈会先碰到新北宜兰的交界 接着才是台北基隆 因此北北基疑四个县市 路上警报持续发布 暴风圈呢 曾经在四点到五点之间呢 短暂的接触了我们东北角的陆地 那未来它行进的时候呢 也不排除还是有这样子 滞留打转的方式 向前来推颈之后 再逐渐的缓慢 向东北的方向上来回转 今天深夜到明天清晨 台风距离台湾最近 西半部南逃雨神魔爪 北部周四越晚雨越大 入夜后加上西南风夹击 雨区再往南延伸 中南部雨量自爆 等到周五白天 台风北转远离 北部雨势才会缓和 但因为中南部西南风还在吹 滂沱雨势将会持续到下周一 至于被封测 花东金门气流沉降 周四标破39度 周五人要防高温分风 台湾东西部天气大不同 我们新竹以北 一明两天的风势还是比较大 明天的雨呢 有可能稍微的减弱 那苗栗以南呢 从今天晚上开始雨 就会持续的增多 而且山区要注意好大雨 再来恒春半岛的部分 是风强浪搭的 那偶尔有比较大的雨势 卡努不知带来雨神 台湾南北端也刮起 九到十一级枪峰 南与绿岛更有十二级 北部东部沿海 只要小心超过五公尺高大浪 明天白天的话其实风力还是蛮强的 可能跟今天的等级是所差相差不多 放假的考量是什么 气象局还是尊重各县市政府的考量 气象局预估陆景最快周五清晨解除 海景则要到下午才有机会取消 强度达到中台上线的哈努 北部地区会不会再放台风架 还得看地方首长如何考量 环境新闻有播之白飞台北报道 卡怒归宿打转 暴风圈已经在家门口 基隆沿海就卷起阵阵长浪 趁着风雨空挡有民众到海边观浪 普通吧还不是很大啊 那怎么会特别来基隆这边 这休假的车来逛逛 不过危险行为立即遭到海巡人员的权离 眼看沿海风浪越大 海产店的生意也跟着受到影响 连续两周都有台风来袭 因此这边的人潮其实是越来越减少了 因此他们的生意跟业绩 其实都大受影响 沿海店家生意惨稀稀 另一头庙口夜市风雨还不明显 倒是因为放台风架人潮多了起来 其实现在有不少的民众也都纷纷的上街 就来这边买东西吃 不过呢其实在昨天的时候 其实在基隆的庙口夜市的爱斯路那边 是有摊伤发生淹水的一个状况 有海水倒灌水涨潮然后水打不出去吧 然后没有做水闸嘛所以还好 做好万全准备就怕入夜之后风雨越大 再加上大潮影响让基隆水都泡在水中 这一碗壳的严密防台不能掉以轻心 环宇新闻在基隆的综合报导 还深有民众趁着台风架冒险观浪 遭到海巡人员劝离 因为各地真的是灾情不断 乌来还有陆树倒塌 吓坏韩国来的游客 鼻头脚鱼港因为大涨潮 瞬间涌入大量垃圾就漂浮在海面上 散发出阵阵恶臭 当地居民说每年遇到台风都这样 这么池子的垃圾飘在水面上 恶臭扑鼻 卡罗台风不只夹带风雨 也让海飞垃圾全都扫进 鼻头鱼港 我身旁的地上可以说是狼藉一片 但是这里更夸张了 我可以看到海平面上 全部是被这个海飘物跟垃圾 废弃物给堆满满 每次风台风来 还是大潮都会这样子 我家门前有垃圾海 这景象真的看了出目惊心 卡罗来袭沿海风浪也不小 东北角南亚渔港浪滑超过五米 但是不减观浪民众的兴致 市区是没有感觉啦 但是来到这发现浪跟风还蛮大的 不过深坑老街倒是人潮冷清 唯独这家知名的臭豆腐店 很受欢迎 怎么会想要来排这个臭豆腐 就看很多人排 他在车上是有感受到这个风雨 对 蛮大的 我觉得就是那个树叶的树都一直摇晃这样 我们不住海边嘛 然后就看到浪这么高觉得好可怕 不管风雨大或小 填饱肚子很重要 游客碰到台风 行程受影响不止这里 新北乌来 风雨增强 还有韩国游客来台湾游玩 碰巧遇上台风 路数杂落 占据一整个车道 也没有被吓到 感觉很凉快 之前我们想的是台湾应该会很热吧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棵大树是直接从路边的这个堤防边往下砸落 康洞台风滞留东北角 外围环流的威力已经在北台湾各地带来不少灾情 换人新闻阳阁 张雅竹送军医求此零星北报道 久违台风架台北市怎么防台呢 全台唯一有升降装置的士林土地公庙已经升高了 而卖场也一直有人潮涌入 风雨最强时间点就是入夜到明天 店家也忙着防台 土地公庙就这样高高悬在路面上 士林三角度码头 神明也要防台 避免好雨积水淹进家门口 原理呢就是利用我背后的这四根缸柱 来让土地公庙做升高 避免淹水的状况发生 这圈台唯一的升降土地公庙 最高可以到两层楼 但是需要花上20分钟慢慢升空 其实士林三角度码头位在积水区 过去常常发生淹水状况 所以一遇到台风就会进行升高作业 他现在是已经升上来了 然后等到那个台风过之后 他就这样会往下降 至于夺台风的还有他 三重的重新桥下 这间超商被外界称作是全台唯一会闪台风的超商 每到台风天就会拆卸冰柜撤离商品还有机台 即便每次拆卸要耗费30至40万元 动员数十人 但是为了安全只能先闪再说 台北市入业后风雨增强 大道城五号水门已经关闭 过去泥沙台风来的时候带来的惊人雨量 就发生过这个提外车辆通通变成泡水车的事件 因此台北市政府这一次呢 他们有一些水门的心智 这次台北市政府总共发出21万则简讯 是过去的五倍 在8月2号下午4点宣布水门只出不进 晚间8点开始拖掉 并在10点关闭水门 不过最后还是拖掉了汽车123辆 机车114辆 总共237辆车 如果车是停在里面的都会收到简讯 卡诺台风来袭该做的放台准备不敢怠慢 就怕荷包大失泄更怕神明不满意 欢迎新闻张还轩 但庆怀送君与秋子林台北报道 北北基宜8月3日放台风假 一整天市区的风雨不算太那 除了电影院KTV人潮多之外呢 也因为外送平台全面关闭 让开门营业的餐厅是座无虚席 像是火锅店或是五星饭店的自住餐厅全面客满 民众还说呢 就是要利用台风假来吃大餐 一片片肉质肥美的肉片涮下锅 沾上酱料大口咬下好满足 卡努来袭大台北地区放台风假 民众把握小确幸 我们是临时来的 想说台风天天气很冷 然后就可以来吃火锅 趋趋暖 我是自有业所以还好 只是刚好对他们他就休假 我就想说那就可以来吃一下 放台风假很多店没开 也没有外送 开门营业的火锅店成为吃饭的第一选择 就算过了用餐时间放眼望去几乎还是坐满八成 跟过去平日比较起来大概是三成 包含今天早上也是有询问 还蛮多通电话打丢过来询问今天是否正常营业的状况 那网络定位部分也是有开放做定位 所以现场后卫的顾客确实跟过去相较有多一点点 另一头满满深蒙海鲜任你挑 还有师傅献包手卷搭上日本舞台记的主题庆典 高档自助餐厅热闹滚滚以味难求 先打电话来询问说他们有没有开这样 对室内活动为主就不会再是事外 没有想象中的这么严重 对所以就照原本的约定来 对吃饭 我们昨天晚上就开始陆续的接到民众预定的电话 那么尤其是今天早上 我们的这个下午茶原本是九成 那在今天的这个中午之前就宣布全部都客满了 把握风雨还不太大的空档出门享受美食 民众吃得开心 业者也意外赚到一笔台风材 环女新闻张响与黄萱萱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党战焦点来看到 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参选到底会对谁冲击最大呢 答案可能是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传出侯友宜进办执行长金浦聪 最近猛打党内的挺郭派 就是要让国民党跟郭台铭划清界线 甚至坚定郭台铭参选决心 借此来分散柯文哲的支持度 让侯友宜成为在野共主 除非每个手机吃到便当很可惜 谢谢大家 我们安排第一 只回答谢谢侯友宜没有再多回应 全力专注新北防灾工作上 而现在民调回升的他站稳步调外 再加上金浦聪操盘 让他很有机会成为在野共主 而且在郭台铭参选的状况下 就会迫使整个在野的局势变成是 三个人其实差距不大 把这个成长空间拉到最高呢 就是让所谓的国民党内的支持者 讨厌郭台铭 金浦聪不惜扮黑脸 最近猛打党内挺郭派 的确出现了效果 外界分析只要郭台铭坚持参选 队内可凝结蓝营支持者挺红 而队外更可分散柯文哲的支持度 一看到旅美职棒好手张玉成就来个大拥抱 郭台铭访美特别到球场为张玉成加油打气 传出结束美国行之后 他很有可能就会宣布参选 不过呢最新民调郭台铭如果坚持参选 那赖清德支持度为33.4% 柯文哲21.6% 侯友以21% 而郭台铭是16.4% 其中呢柯文哲支持度调最多 甚至只领先侯友以0.6% 郭台铭参选冲击最大的就是民调占据第二的柯文哲 寻求任何的方法来追求逆转胜 郭台铭选百分之百赖清德当选 就连选都不用选了 赖清德就可以开箱冰了 柯文哲很坦白 只要郭台铭选到底 在野阵营就没有希望 而金浦聪持续大锅力道 就是希望蓝营支持者逐渐回流 所以现在最希望郭台铭别参选搅局的人 恐怕就是柯文哲 环宇新闻 科冠城杨纸玉台北报导 意外现场来看到 桃园复兴区有一辆台电外包工程车 疑似天宇陆华 在过弯时不慎翻落150公尺深山谷下 第一时间救难人员出动 下探40度斜坡救援 发现6个人连人带车一起衰落 现场4人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两名伤者紧急转送医院救治 不过台电强调 台风天确定没有出工计划 不清楚为什么会有承包商出行 后续的责任厘清还要再调查 有一些拿上面可以拿 有一些上面可以拿 众难人员帽与攀着绳索而下 就在卡努台风席台前 台电外包工程车翻落150公尺边坡 这一摔不得了 6个人全部被甩出车外 其中4人当场没有生命迹象 两人一度受困伸骨下 发生地点就在桃园大西 雪雾闹 台电工程变道 因为地点偏僻再加上大雨不断 增加了救援困难度 今天做什么工程 怎么下雨在做 是准备工作 老板也在车上 就带着他们要去做准备工作 残包工程的厂商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但迎来的噩耗 让他措手不及 初步了解这辆工程车出勤执行任务 因为大雨地面湿滑 土地松动才会翻落 第一时间出动了5辆消防车 6辆救护车到场协助救援 两名伤者也已经分别转送医院救治 我们今天复兴区那边工地没有出工啊 听说那边有一部车子 但是有询问也不是我们的外包 残滥仿装工程车 这种天气我们也不会 不会要求残滥仿装施工啦 一听闻车辆翻落边坡 台电查清并没有在复兴区有出工计划 而且台风天出班施工 必须经过申请核准 现在6个人连人带车摔下了身骨 死伤惨重 详细的事故原因还有在调查 厘清后续责任 环宇新闻陈明晏住家松综合报道 最具爆点的正式内幕 攸关荷包的财经动态 解析社会万象 探讨国际大事 周一到周五晚间10点 请锁定环宇一把抓 Crow 锁定环宇一把抓住 评黯宇一把抓住